-... 哈囉哈囉,大家好,我是Niyah 歡迎來到穿搭系列之千元穿搭 這個系列,就是會搭配一整身的 包括服裝、飾品等等的 然後希望我們可以把這個預算控制在1000元左右 如果你不想要花非常多錢在穿搭上面的話呢 這個主題系列就非常適合你喔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是休閒度假洋裝 大部分都是長洋 然後會有各式各樣的材質啊 然後顏色、花紋等等的 有六套服裝要來開箱給大家看看 好 那我們今天要穿的第一套呢 噔噔噔 它是咖啡色的 細肩帶的長洋 我覺得它的特色呢是在於這個裙擺的部分 它有一點點像蛋糕裙 但是又不會像蛋糕裙那麼的膨 稍微有一點點飄逸感 所以我自己呢還蠻喜歡它這個膨裙的設計 它是屬於蠻薄的但是不會透 夏天穿出去的話呢 不會熱 這件的價格呢是463塊 所以我覺得還蠻便宜的 因為長洋裝通常都會稍微比一般的衣服再貴一點點 400多塊我覺得很OK 再搭配了一個草帽 這個草帽呢已經是蠻久之前買的了 我印象中大概是300塊上下 然後你再搭上一個包包 這個包包呢是薰印買的 154塊 我覺得薰印上的包包呢 真的都超便宜的 可以多買幾個 所以這樣子總共加起來呢是917塊 剛剛那個風格呢是稍微有一點點夢幻 然後帶有非常趣的度假感 接著第二件呢就完全不同風格了 那那那那那我覺得這一套呢 它有稍微比較正式一點點 它的設計呢是後面大露背 但是前面呢它會有一個斜尖的樣子 然後它的材質呢是屬於比較絲綢的 所以你就會覺得好像沒有那麼度假 會稍微有一點點正式的感覺 但穿到海邊我覺得還是非常OK的 然後它腰間的部分呢不會很浪 因為它一旦鬆鬆的你就可能會被看到內褲啊 主要是材質的關係啦 如果你要穿在戶外的話呢 走久就會稍微比較熱一點點 但是它花紋的部分我非常非常的喜歡 我覺得它用這種黃色然後跳有點藍黑色的花紋 它會讓整件呢看起來沒有那麼沉重 稍微有點正式 但是其實還是休閒風的樣子 最後我覺得這件其實不太需要太多的飾品去做裝飾 因為它本身就已經非常的豐富了 所以我自己的部分呢就只有再多加一個黑色的包包 那這件的價格呢超便宜 只要249塊 然後我的包包呢是177塊 所以加上去呢這整套總共也才426塊 那第三套呢風格又不一樣了 是非常浪漫而且有氣質的 登登 它呢是一件全白的長陽 但是我在試穿這件衣服的時候呢 研究了至少5到10分鐘 它的上半身到底該怎麼穿 因為你可以看到呢 它上半身這邊就是分成了很多片 一個沒穿好感覺 呃好像會露出你的胸膛 它也是目前我們開箱到現在三件裡面 最性感也尺度稍微大一點點的 所以基本上呢它沒有辦法做太大的動作 那這件衣服的材質其實跟第一件的咖啡色比較相近 所以穿上去呢是完全不會悶熱的 當然也是因為它本身的設計就還滿涼的 所以非常的通風 絕對不會熱 那這件衣服呢也非常的便宜 只要399塊 在蝦皮上買的 那我覺得這件呢它就可以搭草帽還有搭包包 很大格的草帽 然後再配上一個可愛的小草包 草帽大概也是300塊左右 它再加上包包 我這個包包呢也是在虛音上買的 超級便宜 只要74塊 那樣子總共加起來呢是773塊 好那電視套呢又來一個完全不一樣的風格了 這個風格呢我覺得稍微比較可愛一點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羽毛 就是屬於比較夢幻可愛的白長羊 它除了肉背沒有前幾件那麼誇張之外呢 它有個特色就是沒有腰繩 穿上去就是一個很可愛 然後會飄逸著羽毛的那種感覺 這件真的很可愛喔 我自己還蠻喜歡的 其實老實說它的材質不是非常的好 它有點像是塑膠 可能是因為要黏這個毛的關係 但是呢如果你只是要穿上來拍拍照啊 或者去海邊走走的話呢 我覺得還是很夠的 那這件的價格呢是504 比剛剛那幾件好像稍微都貴了一點點 可能是這個鬚鬚的關係吧 但是我覺得它這個鬚鬚好處就在於說 實際上來看的話呢 並不會覺得說一副就是便宜貨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鬚鬚的部分也是有下功夫的啦 504呢我自己覺得CP值OK 因為它是全白的 所以我覺得也非常適合一個大大的草帽 然後再背上一個可愛的小草包 草帽大概300塊 再加上一個包包139 總共呢是943塊 好那連開了兩件素色的白長羊之後呢 第五件又完全不一樣了 它跟第二件的花洋裝還蠻像的 但是呢它是深色的 它是一個深藍色寶藍色的長羊裝 我覺得材質呢跟第二件的洋裝比起來呢 這一件穿起來會比較舒服一點 雖然它很薄 但是呢它不會透 所以我覺得這件跟第二件呢 都是屬於比較成熟一點的風格 有種性感親手女的感覺 如果你穿這個走在路上就自帶一股氣場 這件呢是423塊 在我們今天開箱的洋裝中 大概是屬於中上一點點 但是呢這一件穿上去真的是太帥了 所以如果你是有個性的女孩 如果你想要耍點小性感的話呢 這件很OK 其實因為它本身的花紋呢 就已經非常的鮮豔了 有很多很多的顏色 所以不需要太多的東西拿來搭配 那我自己呢 一樣就是簡單搭配一個 黑色的小包包 177塊 然後加上這個洋裝呢是423塊 總共呢 剛好600塊 非常的帥 我覺得這件很棒 終於來到我們今天的最後一套了 這一套呢 也是我們今天所有洋裝搭配起來 總金額最高的一套 有在Follow我IG的人呢 可能就會發現 其實這件洋裝已經有出現過了 因為這件洋裝呢 其實本來跟前面這個 完全是沒有相干的 只是我有天在逛蝦皮的時候呢 覺得這套洋裝非常的好看 不得不買 然後買完之後發現 其實它也蠻休閒的 所以我們就最後把它加進來 它的材質也是屬於這種比較亮面的絲綢 所以老實說這件穿上去 也是會比較熱一點點 但是 因為呢 它有超級大露背 所以上半身還是非常的透心涼啦 但是這一件的質感是真的非常好 穿上去也非常的舒服 你穿上去完全不會有一點點紮皮膚的感覺 完全沒有 所以這一件呢 貴也是有它的道理啦 那這個罩衫的部分呢 我自己是覺得 如果是穿在市區走動的話呢 可能還蠻需要的 因為它大露背實在是露得太大了 我覺得質感就一般般吧 也沒有說特別的滑順 所以如果真的沒有那麼多的預算的話呢 我覺得這個罩衫是可以不需要的 單陽妝的部分是599 這個罩衫要299 所以光是這兩個加起來呢 基本上就快要破千元了 那因為它的樣式以及顏色呢 也是非常適合搭草帽還有包包的 所以再加上草帽300塊 包包154塊的情況下呢 它總結合就會高達1352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千元穿搭系列呢 就差不多到這裡告一段落了 老實說我自己的 對於每一件都還蠻喜歡的 一件大概都是三四百塊 最多最多也就是五百多 接近六百 然後它們又各自都很有特色 有沒有我覺得不值得呢 嗯... 可能就只有這一件朝三吧 那這些洋裝呢 我也會挑幾件上架在蝦皮 便宜賣給大家 因為畢竟我的衣櫥真的是要爆炸了 所以大家如果對於今天的洋裝有興趣的話呢 也可以去追蹤我的IG 那到時候上架的時候呢 我也會在IG分享給大家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開箱呢 就差不多到這裡告一段落了 如果你還想要看我開箱怎麼樣的穿搭 全部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期見吧 掰掰 支持你 我們的施設 2 2 4 7 4 5 9